大家好,欢迎来到小G视讯的频道,在影片开始前,如果你喜欢类似影片类型,不要忘了订阅频道,开启小铃铛,当不会错过新影片哦。 8日的天津演唱会本应是周杰伦寻回演唱会的一站,但却意外成为了一次令人难忘的经历。 就在演唱会刚刚开始不久,舞台上的大型旋转球突然发生故障停止了转动,这场设备故障不仅导致了演出计划的变更,还让周杰伦本人陷入了困境,被困在大型旋转球内超过20分钟。 这对于任何一位艺人来说都是一种巨大的考验,尤其是在炎热的天气下,这段时间对周杰伦来说无疑是异常难熬的。 他在球体内甚至因为闷热而呕吐还不慎摔伤了腿,这些困难和身体不适对于一场演唱会来说,无疑是极大的挑战。 然而正是在这个困难的时刻,周杰伦展现出了他的坚韧和幽默,尽管开场的唱跳歌曲全部取消,但他并没有就此结束演出。 相反他决定继续为粉丝献唱,安慰他们并感谢他们的支持,他告诉粉丝,听到他们的,尖叫声就让他感觉好多了, 这种乐观的态度无一让,现场的气氛更加温馨和感人,周杰伦的幽默也在这个时刻得以展现。 他开玩笑地说,是不是来到天津太紧张了吗? 这种幽默的自嘲不仅让观众笑了起来,还为演唱会增添了一份特别的记忆。 虽然这次演唱会发生了意外,但周杰伦用他的坚韧和幽默,将这一经历变成了一次独特的演出。 他不仅没有让困难战胜自己,还用音乐和幽默战胜了困难,赢得了观众的掌声和喝彩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